Hello 大家好 莎姐 我發覺現在的媒體是否有空沒事做 那死人東網罵她 她又在做些Kaley Kwakla的低B事件 她說廚公打了兩劑科興喉嚨生瘤 全身出紅疹 她說46歲的任職廚公也是 是的 又是香莫特科興 在本月7日接種了第二劑科興疫苗 每天突出直徑2至3厘米的喉嚨 喉嚨突出2至3厘米的喉嚨 並且感到痛楚 9日在瑪嘉烈醫院求醫未找出病 每天安排出院 出院後一天全身出紅疹 雖再入院治理 醫生主與科興疫苗無關 但還未解釋為何出紅疹 我真的覺得很低B 這些事跟疫苗無關 你就不要賴下去打疫苗 這個世界那麼多人生癌症 那麼多人生癌症 那麼多人生癌症 你是不是每個人都要報道呢 我都說的 東網根本就是 有些人說她去撐阿公 根本就不是 她根本唯一做得對的就是拆蘋果 她有什麼做得對 老老實實 為何出院後才有紅疹呢 可能她 我不想這麼說 可能她在醫院裡面 感染了一些致敏原 導致她出紅疹 難聽這些說句 如果真的疫苗要過度敏感 而會出紅疹的話 當日便會出的 我不相信她敏感多過沙姐 所以我覺得2至3cm的樓 你老闆 2至3cm 這麼大 在這裡抹更大過沙姐的鼻 這麼大個樓 一晚形成 你耍我嗎 如果隔多一晚 是不是整條器官都塞了 根本樓就有了 說什麼這麼多話 所以我覺得 這些人渣報道也是衰的 但是說那個病人 也這麼說 那個病人 為什麼會失禮一點 普通病人 你不經過報館 你不爆的話 會有人知道嗎 又不見沙姐 你看我們每天都有十字車 在到處走的 是不是個個都會報到 可能是那個人自己報 爆料 也都可能有醫生故意爆料 但是又這樣 這個新聞肯定是作的 不知道了 那些新聞人士 我不敢說 另外一件事 沙姐提一提 剛剛上一條片 叫大家一起聯署的 就是環球時報的 可能有機會塞車 有機會塞車 不一定簽到 因為太多人簽 你知不知道多人到 他是每一秒都 不知道有幾個人簽 因為我今天簽了幾次都簽不到 因為不能進去 後來進去 然後簽到 他就會告訴你 已經簽了 多謝你簽名 然後就會彈 現在有幾多人簽了 然後在下面 你會看到 每一秒都不知道 有十個八個 還是這樣 是不停地掃的 每一秒都有N 所以 不需要擔心 試多兩次 因為他有很多 他不會記錄你任何事情 但他會說 幾多秒 都不要說幾一秒前 就是 這裏什麼二十二秒 二十二秒 二十二秒之前 可能 中國廣東 有個人簽了 中國香港 有個人簽了 哪裏哪裏有個人簽了 那我們 努力 我們努力 我們努力 我今天下午看的時候 好像有 七十萬 好像七十萬 因為好像今天聽 《單紙的布》 已經六十幾萬 六十萬 我看的時候 應該是七字頭 應該是七十萬 我們努力 大家分享出去 一件事 看到沙姐很發火 就是台灣 台灣 你掠錢就還掠錢 不要掠得那麼 人渣 我只是覺得掠錢不要掠得那麼 人渣 那就是講到 蔡英文要掠錢 不停沒有戴口罩就要罰單 沒有戴口罩就要罰單 但去到一個極致點 你知道嗎 有個外賣員 他為了避免這個負擔 已經去到公務 即是公共墳場裡面吃東西了 一脫下口罩就三千元了 不知道為什麼 人家可以入到公共墳場去抓 我心想 台灣的人已經開始瘋了 說真的 你舉報他 他只是公共墳場 有誰去墳場 怎麼惹到你 人家只是想吃飯 已經搞到要去墳場吃了 你也不放過他 普通市民你也不放過他 有些也是 在樓梯底吃 脫下口罩吃雞蛋仔 就因為有個鏡頭拍著他 沒多久就有人 有警察來罰你了 三千元 現在他們是舉報成封 我不明白為什麼連台灣的 大家都在受苦的時候 你為什麼還要壓迫別人呢 有一個更搞笑的 就是有對夫婦還是情侶 買了東西上車 在車上脫下口罩喝兩口水 然後就有警察來逮捕 每人開三千元 然後那個女子就說 你有沒有勸道過 你沒有勸道過就罰我 抱歉 格多一句 本來每人三千元 現在每人三萬十倍 我心想 是 蔡英文正法是掠水 但他洗腦洗得很徹底 搞到全城恐慌 大家個個都在工人出來 大哥 人家已經在墳場吃了 然後之前也有個案子很搞笑 巴士司機在巴士裡面 已經在總站了 在巴士裡面沒有客人 他脫下口罩吃飯 然後有人敲去窗 你戴上口罩 司機說我戴著口罩怎麼吃飯 但都要你戴上口罩 那就是怎樣 大家不用吃了 真的在車上那個才是愚蠢 我在自己的車上 只有我們兩個 喝一口水都不行 你有哪個地方是可以不脫口罩 我們要不要洗澡 都要戴口罩 對於香港就不用了 我不脫口罩怎麼吃東西 你真是好搞笑 你說喝東西 我還可以 這個濕脂飲桶這樣喝 戴著口罩這樣喝 吃東西怎麼吃 隨便拿著口罩去吃 這個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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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開去吃 神經病 怎麼吃 口罩就髒了 換口罩又說脫口罩 不用吃了 大家先練習 那個女哥也說得對 她說分分鐘 那些外賣員一個星期都沒有三千元 是台幣的 不是三千元港幣 沒有三千元台幣 你罰她三千元 她白做整個星期 可能半個月都不出奇 我覺得最恐怖的是 你警察 如果有人報到案 你不去執法就說 有人報到案 報串說 她脫口罩 就說而已 但是如果沒有人報案 你見到 你是不是可以勸喻呢 你可不可以當看不到呢 即是在那輛車上面 那兩個 她在自己駕車上面 你可不可以當看不到呢 你可不可以用你的彈性呢 我們香港警察 比他們好很多 有良心很多 真的 理論上是要罰 但有時候 我們的阿伯在下面玩 他都是先勸喻 他不是馬上罰 他都是勸喻 你們散了就算了 如果你真的跟他頂到 心口 死人都不肯帶 他就唯有罰你 但通常都不會 都勸喻了你走就算了 但是你看到 車上面那對情侶 你隔開一句罰多了三十倍 即是說這個並不是 這個必須 可以隨意調高價錢 即是說 本身就是警察 不是因為執行這個罰則 而他們都支持政府 被人洗腦 都支持政府是要不斷掠水 如果不是 為甚麼要突然罰人十倍 人家問一下 沒甚麼錯的 而且 我覺得 如果他真的有良知的話 有良心的話 他這些 他最多敲一下 下次不要了 放過你 但下次如果被別人看到 可能就真的可以開罰單 即是現在台灣經濟已經這麼差的時候 可能這班 呆蛙警察是呆的 覺得如果我不開這些罰單 我就沒有薪出 所以就死人得亂開 即是 看我們的香港警察多好 我怕那些黃龜 紅蛙 青蛙 那些過了去 拿下口罩就已經被人罰了 你有沒有這麼多錢罰 即是 難怪我們說是呆蛙的 根本就是 沒有用過腦 亦不通人性 都不是人來的 根本不通人性 當然 我相信 真的不用我們解放軍去到 他已經搞定了自己 自己搞定了自己 現在的呆蛙 暫時還未暴動 遲早就管了 遲早就管了 有傳說 有傳說 就是呆哥那些說 如果萬一台灣高端疫苗是生產到 他說有機會 不會要上海復星BNT 不讓他進來 呆哥說得很壞 他就說 為什麼要害怕 那些錢是郭台銘給的 蔡英文沒有虧底 那些錢是你的 與他無關 我也覺得蔡英文做得出 你看到他現在根本就是 所有錢都掠 遲些連 呼吸空氣 台灣呼吸空氣都要錢 遲些說水又要加費 可能不出奇 他根本是想掠盡你最後一分一毫 連你的血都想拿乾拿正 所以遲些可能還有些新招 所以我們拭目以待 最好就是他們 見識到蔡英文這樣 自願玫瑰 那就不用 那就不用這麼多麻煩的 如果不是 都沒什麼所謂的 不過 我經常都覺得 我們國家都是多了多了 每次收回的 都是收回一堆難限制 然後撿好 國民黨把錢拿走 共產黨只剩下一個爛灘子 這麼辛苦 一百年才搞到風山水起 然後又有個臭小子 香港 有個臭女外華 真是 多了多了 不過 相信他們做得好 只要台灣的外華不死 都都都都還有人 我才說 因為那天說他們軍演 又在玩軍演 然後 類似是我們那些 叫做 高空掉下來 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腳下先的 他們喜歡玩頭下先的 有個 太快就頭掉下了 平台了 頭下先 不知道怎樣 但是以 他們這麼好腳頭的話 我相信 未到我們解放軍 他們再這樣軍演法 未到我們解放軍去 他們都應該 自己搞定得自己七七八八的 都應該 有機沒有人飛的 或者有槍沒有人握的 所以有得他們自生自滅 他們多軍演幾次 就自己削弱軍力 當然 遠逝那些年輕人 就這樣無端端 人家保家衛國 就犧牲了生命 他就不知道做什麼 做個練習都犧牲了生命 他家人就節哀 唯有是這樣 這次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